谢谢主席 有请部长 请务部长 市委员好 部长好 部长 读完教育部的业务的概况的报告 我非常乐见就是教育部把 扩大原住民族高等教育人才培育 当作重大的方针 表示说教育部非常重视原住民族的教育 但是请问部长 您对于大专院校的原住民专班 开设的情形了解多少 请问一下 目前台湾设有多少个原住民专班 招收多少个学生 有多少位专任的师资 具体的数字我不清楚 部长这不是你们 非常重视的一个重大师资方针吗 是 我目前 总共有17校24班 然后一共有多少招生名额 招生应该有600 应该有671名 我这边有一个104年的数据 104年学年度 全国开设原住民学士专班的大专院校 高达21所 班级数为32班 招生名额一共有1,210名 这表示有非常多的原住民的大学生 来就读原住民专班 这样的数字看起来非常的漂亮 表示教育部推行原住民专班的成效 非常好 也非常多的原住民专班是在这个102年之后 雨后春笋的出现 可是您知道吗 现在原住民专班遇到了哪些问题 原住民专班所碰到的具体的问题 抱歉我没有非常清楚 好 在我部落有一个学生 他考上一个南部的学校 他的志愿是选田的是国贸系 但是他进入到学校的时候 他马上就让他进入 原住民专班直接把他纳入原住民专班的学生 一年之后我问过这个孩子 我说你学到什么东西 他说他不知道 另外第二个 就是有关于就是原住民专班开设的审查计划 结果审查委员看到那个计划 他发现一件事情 有关于原住民相关的课程 只是用既有的 既有的课程加上原住民三个字 请问部长你知道这件事吗 抱歉我不知道这个个案子 那很好 那我现在非常质疑 你是把有关于原住民专班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当作你们的重大的施政方针 好我这里想要强调的一件事情 就是因为有关于原住民专班的议题 许多的学校他已经无所不用其籍 在开设原住民专班 可是呢像以上刚刚我提到的两个例子 已经影响到学生的受教权 请问部长你认不认同这样的说法 如果确实有这样的情况 我们会去查核啦 我们会请学校来改正 我的意思是说 请委员告诉我们那个具体的 有关于原住民专班这样的一个政策 不是要充数字 是我了解 而是要实质考量 是不是 是不是 是不是对于原住民学生的受教权有帮助 在这里我这里有几个问题 有几个现在原住民存在的问题 想要跟部长提醒一下 第一个就是开设原住民专班的教育理念 目标跟整体的规划都是含糊不清的 他们就是随便抓了几个原住民的关键字 就自己转变了一些说法跟一个计划 第二个多数的原住民专班在这个四年当中 并没有系统性的有计划的安排规划 有关于原住民的课程 更不要说就像是刚刚的学生 他选的是国贸系 可是请问一下他原住民专班 他所开设的课程 跟他选田的系所是有什么样的关联 第三个缺乏师资跟教育的教学人才 大部分的原住民专班都缺乏有关原住民专班 原住民文化跟其他相关的专业的知识 一般都是在系所里面开设原住民专班 他反而是增加现有师资的负担 第二个在院所里面开设原住民专班 他里面的师资不见得想要去支援 这样原住民专班的这样的一个教学业务 所以请提醒教育部长 有关于这以上的问题 我们为了避免这些错误不断的扩大 请你在两周内 把各学校原住民专班的执行状况 包括申请计划书的落差 以及能力的经费 跟校方承诺的事项进行盘点跟汇总作为参考 再来三个月内 针对目前原住民专班问题举办公庭会提出具体的改善计划 然后再下一个年度施行 这样子可以做到吗 可以 我们会尽快来检讨 谢谢委员提醒 是 接下来第二个是有关于原住民 都市原住民儿童受教的问题 跟照顾的权利的问题 我想请问部长 你知道原住民不住在部落的人口数有多少吗 应该有超过一半吧 好 在数字上的确有25万人 那这个还没有包含户籍在部落 但是到都会去工作的原住民 那请问一下 有这么多的原住民流向都会区 他的幼儿有多少位 具体的数字 很显然就是教育部对原住民的议题不太了解 那我想请问一下部长 有关于都会区的幼儿 您认为他们有学习主语 学习自己本身母体文化历史的这样的一个需要吗 是 有 当然有 好 那我想请问一下 在都会区的幼儿园能够提供这样的需求吗 现在在公立幼儿园是不是开始有提供 是 委员所关心的是说在幼儿园 可不可以有类似这样的课程 有关幼儿的受教以及受照顾的相关的权利的问题 目前 他能不能提供我们现在的幼儿园 能不能提供相关的资源 目前我们确实只有对经济弱势给予协助 您关心的或语言跟文化的教学 过去没有特别的去做 既然您认为他们有我们的幼儿有学习族语 历史以及文化的需要 那为什么没有相关的措施呢 会讲这个部分我们会来检讨 好 我们这边有关于宪法就已经明文规定了 生修条文第十条第九项 国家肯定多元文化 积极的必须积极的维护 原住民族族语语言及文化 对不对 再来其实法律已经有要求了 有关于幼儿教育及照顾法第十条 不知道教育部长这第十条里面的规定是什么 对不起 那个条文的内容不是很确定 好 这里有提到第十条就是 离岛跟偏乡于幼儿园普及前 以及原住民族幼儿基于学习族语 历史及文化的机会 与发挥部落照顾的精神 可以采取提供教保的服务 那我想请问一下 在都市的幼儿 为什么无法受惠这样的法 谢谢委员的听 我们会来研究这个可行性 不过因为它的居住点是非常分散的 所以要怎么去执行 这可能要具体再研议一下 好 那我在这里 其实我这里也有看到 就是有关于这个 尔施证的方向 在幼儿教育及照顾法的第十条 其实你们在于就是 业务的概况也提出了 有关于就是地理条件 或是资源不足 或是其他这些限制 可以成立社区或部落 互助教保服务中心 去满足幼儿的就学的需求 那既然你这边已经有提到 要去满足幼儿就学的需求 可是为什么我没有看到详细的规划 也没有关于就是原住民幼儿 相关的受教的权利 跟受照顾的权利的计划呢 我想在偏乡 在那个部落确实是有了 那因为在都会区 他因为居住的地方非常的分散 所以没有具体的办法 我们在屏东其实有五个点 是有具体的办法 有关于幼儿教育及照顾法 这个部分 第102年的时候有修法过 大家教育部长知道吗 部长你知道吗 他的修法的原因就是 他修法的理由就是 原住民的孩子的教育 优先可以进入那个公佑 不应该是要排除 就是原住民族地区 其他的地区也应该 拥有同样的受教的权利 这个我们了解 但是我也跟委员报告 就实务上就是因为 他居住的地点非常分散 我们会来研究 怎么样子可以落实这个条文 好 那么那就请部长 在一个月内 针对都市地区的诱保问题 提出具体的方案跟计划 好吗 好 我们来努力 是 谢谢